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男人动情后的样子就两个字 在人的感情世界里 两情相遇的男女相遇 原本就是一场艳丽的相遇 相遇让我们明白 生命原先如此相似 却又如此不同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似的叶子 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个人相伴 那个人是自己携手与共 共度一生的伴侣 那个人的出现会填满自己的人生 让人生更加完整的同时 更加的多彩与有趣 爱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存在 有了爱 那个心才有了着落 自己的情感才有了寄托 自己的灵魂才有了归属 爱会让一个人的生命变得饱满 生活变得充盈 人生更有奔头 生活更有激情 没有爱 人就会像被抽走了魂魄一样 会失去精神与激情 没有了生活的希望与力量 甚至是颓飞的状态 当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是一个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 是一份情与另一份情的交融 爱是心的撩动 情的燃起 动了情 就会开启一段美好的爱恋 开启美好的人生 故人曾感慨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依 情有着他伟大的魅力 有着他无穷的力量 会彻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也会完完全全成就一个人 情是一份温暖的爱 会让生活变得温暖与浪漫的同时 会让自己成长 成就更好的自己 更会掀起崭新的人生 真正的爱 既能彼此滋咬 又能彼此成就 其实 当一个男人真正动情后 他的生活与生命里 从此多了两个字 有光 一 眼睛里有光 充满着柔情与爱意 一个人的眼神 就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 爱 会让一个人变得内心丰富起来 变得柔情起来 爱 会让一个人的目光 不再空洞 不再无神 不再呆滞 而是充满情感 尤其是妄想心爱之人的时候 会充满柔情与爱意 寒情默默 那是一种情感的流露 爱意的释放 更是内心充满的无意彰显 心底所有的情与爱 都从眼神中流淌出来 又融化一颗心的力量 当你对一个男人动了真情后 眼睛里会有光芒 这光芒中 夹杂的是一份柔情 更是一份爱意 从男人的眼神中 你就可以读懂他的内心 就可以感受到他那炽热的情 浓烈的爱 你愿意沉浸在他那温暖的眼神中 感受到那份炽热的爱 享受爱的美好与甜蜜 而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就算靠得再紧 人家也不会用眼神的温柔款待你 只会冷淡和敷衍着 各种随意着 即使你敲手期待着 人家也会觉得很无趣 对视周 不爱你的人 眼神都是迷茫的 根本看不到安定和认真 一切都是随意的 比如 眼神没有什么海洋 眼球是呆滞的 即使眼睛很美 也逃脱不了墙壁无奈的神情等等 遇到不爱 还需要慢慢等待吗 应该不必了吧 眼睛里没有你的人 心里也容不下你 即使嘴巴里依然甜言蜜语 可是眼睛里的存在感 已经茫然不知所措 难道你还向自己欺人吗 有些事情 自己亲眼看清楚 比任何人告诉你真相 会更有说服力 自我救赎 也远比别人的帮衬更加有效 不爱就是不爱 空洞是必然的 孤独是心里没腻 法味是两人相处并没有快乐和幸福可也 即使时间再久一点 也是凑合或者勉强 不去陪伴不爱自己的人 也不去将就自己不爱的人 才是对自己的幸福负责的表现 二 身上有光 更有男人的魅力 男人会因为有了情与爱 有了女人 而更加充满男性的魅力 更加具有吸引力 正所谓 女为越级者容 其实 男人也一样 当男人有了心爱之人之后 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 更加注重自己的魅力 就是想完完全全地征服所爱之人 抓住他的心 留住他的人 会刻意提高自己的外在形象 会努力增加自己的幽默感 会不断封营自己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优秀程度 也就是说 当男人动了情之后 会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有特别的魅力 身上会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同时 会因为动了真情 而对女人更加细心与体贴 会懂得迁就与宠爱女人 这些 无疑也会改变男人 成为有风度又温暖的男人 而成为众人眼里更加有魅力的男人 让人羡慕的同时 新生好感 可见 当男人动了真情之后 会拥有好男人的形象 身上多了许多光芒 更具有魅力与吸引力 这些魅力 都是动了情之后所赋予的 是没有情爱之人 所无法比拟的 三 生命中有光 充满了拼搏的动力与激情 爱 是一个人的精神石量 有了爱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便是充盈的 爱 会点亮一个人的希望之灯 会让其燃烧起对人生的热情与激情 现实中 有太多的人 因为失去了所爱之人 也开始自暴自弃 变得颓废 甚至放弃了拼搏与奋斗 没有了爱 生命似乎是暗淡无光的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未来也是迷茫 没有盼头的 而有了爱 就有了生活下去的动力 就有了拼搏的尽头 就会燃烧起对生活与生命的热情 未来也变得明朗起来 生活变得有盼头 对未来也有了憧憬 当男人动了真情 爱上一个女人之后 就有了动力与激情 更加努力地拼搏自己的人生 同时 会因为深爱女人 而努力给她创造更好的生活 给她温暖的家 给她一世无忧的生活 有了心爱之人 男人更愿意去吃苦 会主动扛起生活的重担 成为女人最给力的依靠 有了情填满自己的内心与人生 整个人就有了精神与情感的寄托 就有了拼搏的动力与激情 会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 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让自己的生命光芒四射 情会改变一个人 亦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会因为缺少情 或是爱错人 而让一生在颓废 或是自甘落落中度过 会因为有了情 内心充盈于踏实 内心满足于安然 而充满正能量 会努力去爱 会努力去成就自己 去认真谱写人生 再强大于彪悍的男人 也难逃情的左右 意会因情 而影响自己的一生 在正确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不仅会有一份美好的情愿 更会因此成就彼此 成就彼此美好的人生 情 不仅会让一个男人成长与成熟 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且会让男人的人生 更加完整的同时 更加的灿烂与多彩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